德國總部高層 親自飛來臺灣剪彩 德國豪車品牌 斥資近四點三億元 北台中打造新世代展間 總面積將近八百坪 結合數位與現實體驗 展間導入專業級的咖啡機 已經成為標配 就是要讓車主在保養車的同時 有跟咖啡廳一樣的享受 餐飲服務只是基本 客修室擁有親子空間 等待時還能打電動 一旁沙發要休息 甚至辦公都可以 豪雜重金提升服務品質 就是看好臺灣市場潛力 未來將加大投資 全台都有數位展監 對手品牌也富黃多讓 除了服務中心之外 更積極推出新車 三系列轎車與旅行車 一次亮相7款車型 那我們這次預計單的話 大概是350張 那Turing的部分大概是230張 那在Sedan的部分會是120張左右 新能款受到歡迎 搭載直列六缸引擎 最大馬力374匹 零到100公里加速只需要4.4秒 同時滿足日常行駛 跟超價樂趣 用新車搶客 不過整體進口車室 還是受到缺車影響 造出來的晶片 再賣到車廠 上到車廠至少都是半年以上的一個週期 產業專家的評估是要到明年的下半年 才會趨於正常公車 進口車台灣交車數受到缺料放緩 去年有20.1萬輛 今年前10月更只剩15.1萬輛 全年注定衰退 疫情趨緩車商拼回到正軌 恐怕沒那麼容易 將由許雄方向台北台中報導